严喜攻略 是真不知道的,这应该是观众想问编剧的,求求知道大家追剧心切,今天呢就根据信息网络资料整理,给大家总结一份严喜攻略最强剧头,我们提前看,悲惨人物片,复长皇后,皇后这周,已经怀孕了,皇上开心到模糊,但是现在有多甜,以后就有多虐,皇后双腿参极了,长春功忙上一层灰, 因为大厅不需要一个废人来当皇后,不过好在后来一居好了,但是皇后的小皇子被纯飞设计大火烧死了,纯飞收买长春功太监,换了一包火花的菊花炭,并安排人在钢底动了手脚,令荣兵的火中突熄灭,其他哥葬身火海,被身边人背叛,两个孩子都没保住,绝望的皇后选择了跳楼自杀,复衡有关, 到后期是将嘉宁饰演的顺贫从中作梗,不过他只是没皇上和殷落的棋子,皇上和殷落出现隔阂,是因为殷落杀了尔庭,海偷和地院堂,再加上季后的挑拨,皇上以为殷落从头到尾都是利用自己,殷落自己也不否认,于是决裂了两年,殷落搬去了圆明园, 这两人谈恋爱真的就是平等,自由的关系,是比较符合现在的恋爱观的,剧中只有这对CP结局是好的,大家可以放心去逃,再给大家送上一张,演习攻略比试炼,看过之后,你就算是手拿剧本的人了,剧套竞心这么多了,有没有觉得很爽? 好的宫斗剧可以长久不衰,哪怕知道了结局,重播多少遍,大家都爱看,宫斗剧到底为什么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呢? 其实,看宫斗剧可以看到每个人的一生,大家起点不一样,在成长的过程中都要不断自我升级,铲除障碍,工作中同事会暗暗较劲,领导间要相互制衡,还有各种派系, 职场如战场,生活中我们也会遭受不一样的待遇,有产美有冷言,看人下菜别的事不要太多,我们看剧时会把自己带入女主,可能现实生活中,我们遇到这样的事会泄落,但是把自己当成强大的女主,耐心的压力便会释放出来,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剧会爽的原因,希望我们的人生都能像女主角一样开挂, 没事儿不忍事儿,事儿来了我们也不怕事儿,从新制护出来的魏英洛看到皇后的灵堂,悲痛欲绝,皇后还留下一封遗书,她恳请皇上准许英洛出宫,以封信致提到了英洛,全无一字留给皇上,皇后死后,英洛去了圆明园, 年写攻略里的复长皇后和如意传里的人设差别非常大,后面要追剧的小伙伴要做好思想转变,如意传中的皇后表面是很纯凉的,但她善于借力打力,来打压如意和魏子争地位,她巧妙定用了高贵妃来牵制季后,复长皇后不仅心心念念要做一个好皇后,更希望做自己男人最爱的女人, 她给贤妃和高贵妃避用的竹子,残害玫瑰人和义贵人,那孩子误陷贤妃,冷宫已给贤妃吃寒凉的食物和下毒,毒害皇爪子永皇的生母拟着皇贵妃,是个反面角色,明玉,求求看剧的时候,一直都有个问题,明玉到底什么时候领变的,猪的有不说,还总是见不得应落好,这样一个角色前妻十分招人恨, 但是到后面,她却成为了明玉的心腹,皇后死后,纯飞把明玉带回自己的宫中,用根针插进明玉的身体来虐待,明玉在无意间撞破了纯飞的阴谋,将明玉要了回来,取出了体内的针,放弃了复衡的明玉,后来和海兰茶情投一合,明玉知道后想把明玉风风光光地嫁出去,明玉也坐着嫁一期待出宫的那一天,结果, 嫌妃给明玉和海兰茶下了药,嫌妃就以这个要挟明玉背叛了英洛,但是英洛和明玉携手破两局,英洛于是计划好向皇上请婚,让明玉出宫嫁给海兰茶,但这时明玉怀孕了,嫌妃也发现了,为了保护英洛和海兰茶,明玉穿着下衣,用剪刀刺向胸膛自杀了,海兰茶还等着迎娶 明玉,期待孩子的出生,但没想到明玉死了,知道真相的海兰茶,便与英洛联手对抗贤妃,高贵妃,看到后面我们发现高贵妃,其实是坏得单纯最单纯的那一个,她的结局最有应得,但也比较悲惨,为英洛被拔入心者库后,某次宴,会伤高贵妃推到皇后至其昏迷不醒, 因幕后来计划用铁水泼高贵妃,让她身上刘巴来留个教训,在北贤妃察觉,顺势在铁水里加了金枝,金枝是什么呢?金枝是古代人将分辨尿液煮,用衣手成,金枝高温可以烫伤敌人,而且分辨肮脏,一引发伤口感染,被金枝泼伤死亡率极高,所以,高贵妃伤口一直没有痊愈,受不了痛苦选择, 拉上掉自尽,死前她还拉上了自己同父异母的两个妹妹,还有个消息是,高贵妃才是保护阿满的人,阿满是绣坊绣宫最好的宫女,高贵妃的戏服都是阿满绣的,因此深得高贵妃喜爱,高贵妃爱知阿满被玷污后,想起了自己的母亲,也是被人玷污后寒冤而死的,高贵妃认为是附和玷污了阿满,皇后为保护弟弟杀了阿满, 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樱落,拿出了一等十位贴身携带之物来做物证,并递给樱落一包毒粉,要樱落毒杀皇后,也可以拉拢樱落,真小人偏,耳情,耳情现在已经慢慢,开始黑化,前妻一直装着老好人,是他当年逼死的皇后, 他把自己怀了皇上苦咒的事告知皇后,被记录的皇后觉得所有人都背叛了自己,伤心欲绝,他一直喜欢着傅恒,后来也嫁给了傅恒,原因是樱落被无限诅咒贵妃导致其死亡,傅恒求皇后救樱落,但是皇后欢迷不醒,耳情和傅恒说,唯一的办法,就是傅恒求皇上赐婚, 让傅恒取自己,不过樱落靠自己的聪明才智,表明了自己是被诬陷的,可喜欢上了樱落,而且占有欲极强的皇帝说,诅咒贵妃是诬陷,但樱落和欲前侍卫有似是事实,樱落没有辩解,被皇帝赐死,于是傅恒求皇上赐婚耳情,证明樱落的亲拜,耳情就交给了傅恒,到婚当晚,傅恒向耳情承认自己 还没放下樱落,不过自己会努力爱上他的,耳情也答应了,但是有樱落存在于他和傅恒中间,耳情一直不甘心,于是处处和樱落作对,和傅恒在一起后,耳情竟然和傅恒的弟弟有了私情,据说耳情和醉酒的皇上还有一段故事,傅恒也是整部剧的绿貌王,傅恒几乎就没碰过耳情,老婆还和自己的弟弟睡了, 生下孩子后和傅恒说是皇上的,自己也无F星U星C星K说,其实耳情爱的真是傅恒吗?我看不是,他诱惑皇上,还和小叔子发生关系,他追求的其实是荣华富贵,耳情最后的结局是玄妃见樱落的手霸飘杀了,并且让皇上看到了这一切,皇上误会是樱落杀人,贤妃一见双雕,即把耳情弄死。 又夺取了皇上对樱落的恩仇。不过,在皇后灵堂前解决了耳情,也算是大快人心,贤妃,贤妃最厉害的就是解盗杀人,是贤妃故意怂恿高贵妃设计,将皇后从楼上跌落,以至于将皇后昏迷不醒。 其实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贤妃问恨有恩与他的皇后,当初贤妃的弟弟入狱生病,皇后不是找个由头,赏了贤妃白爷去救弟弟吗? 但本来是皇后喷了太医前去医治,也过淳妃不知道在皇后面前说了什么,皇后就把太医账回了,化成了送银子。 最后贤妃父亲就拿着笔钱去行贿,弟弟后面也死了。 不知情的贤妃其实一直对皇后很感恩,但是在皇后怀孕之时,贤妃却贺喜的路上听到高贵妃指桑骂魁,死由所指,接着贤妃到了长春宫。 刚好听见皇后再和淳妃说起此事,于是她对皇后有了怀恨之心,淳妃,有人说淳妃简直是半圈独流,她对傅恒就是迷媚心理,她知道自己和傅恒结合无望, 接受傅恒找个门带户队的女子,但是没想到傅恒一心爱着下等的阴落,爱都阻了CP以后就脱粉,不仅心碎男男还要灰彩,迅速黑化,淳妃做的坏事也不少,害死了皇后孩子,虐待耳情,还被贤妃利用帮忙清理障碍。 后来淳妃想他了,接受了皇上,但皇上却又深爱着阴落了,这个人物也是挺可悲的,阴落感情片,复英CP,复衡和耳情成亲后还是后悔, 一心想着立战功去求皇上,让他修了耳情去阴落,可惜立功回来后耳情和他弟弟有了私情,阴落也当上了令妃,为阴落后来患了重病,复衡为了救他,去采生新草,种了胀气,但是他还是坚持待病在战场指挥,于是战死在沙场,复衡没能再回宫, 临时之前也没能见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先上人一面,海兰查回宫之后,将复衡的死讯告证了阴落,阴落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,海兰查将复衡最终的遗言传达给了阴落,为阴落,这一生我守着你,已经守够了,下辈子,可不可以换你来守着我,为阴落一时尽不知该如何回答这句话便迟迟没有回答,海兰查离开阴落宫中, 到了门边,卡出最后一步是忍不住问阴落,我知道,你是皇上最宠爱的女人,也是紫禁城全是最盛的女人,可是就不能给她一点希望吗? 阴落始终没有回答,海兰查抹了一下眼睛,头也不回的走了,被阴落让身边的婢女都下去,慢慢躺下,望着空无一人的大殿,缓缓说出一句好, 我答应你,傅恒笑天使下线后,再配上这首片围曲,积累效果翻倍,我慢慢的听,取落下的声音,闭着眼睛幻想她不会停,你没法靠近,绝不是太薄情,只是贪恋窗外的好风景, 我慢慢的听,我慢慢的听,取落下的声音,仿佛是你贴着我叫轻轻,睁开了眼睛,漫天的雪无情,谁来陪这一生的好光景, 绿洛CP又想不虐,我劝大家赶快嫁皇上,和阴落的绿洛CP,女主和皇上后来真的是甜,皇上准备墙上阴落,阴落不从,集中生之跟皇上说,自己要当贵人,皇上很生气,就放手了, 然后告诉英落,你永远只能是长春宫的奴才,就让她滚,于是英落就可以回长春宫继续伺候皇后了, 不过,后来两人均先走到一起,尤其是英落当了贵人后,皇上因为他不循规蹈矩,各种宠他,而且英落又超级会聊,不像宫中其他嫔妃那样什么的顺着皇上,更让皇上觉得这个女人很特别, 当然,他们的感情也出现了很多次危机,基本上都合。